哈囉大家好 我是Joyce 昨天呢 其實有稍微在家裡附近探看一下 我看到一個遠處的 很長的吊橋 看起來好像蠻酷的 不確定找不找得到入口 因為我昨天是沒有看到入口的 如果我有看到入口的話 就會往那個吊橋前進 要不然的話就會直接在我現在 尼泊爾住的這個小村窗裡面 探險 我想要去的就是那一座橋 坐落在山谷中的這一座橋 剛剛這台巴士經過 見起的水花 噴了我 整個鞋子 褲子 都是 我傻眼 現在地達了 這一條小路 不確定 這條小路是不是會帶我通往橋的起點 為什麼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可靠啊 這路越走越小 真的會到嗎 順利的買到一瓶冰水 剛剛順便問了一下路 因為剛好是分岔路 給他們看那個橋的照片 馬上就指路給我 看來我是在對的路上 等一下應該很快就會到了 好可愛的小村窗 看起來 這是一條 比較好走的路 但是呢 橋好像是在那一邊耶 我就要 往這個施工的地方前進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讓我過 哇 我真的走在人家施工的路上耶 但是他們人都很好 就說你就過啊你就過啊 可能對他們來講也是習以為常吧 施工的路有什麼好不給人家過的 這邊真的是很隨興耶 我現在到了那個橋的路口 但是我現在有點不敢走 這個橋上面一個人都沒有 一個人都沒有耶 我到底要怎麼敢走 掉下去了 沒有人知道我在這個橋上耶 我超slide的在這個路口處 大概有10分鐘15分鐘吧 還是沒有人經過 我一直在等有人來經過 證明這個橋是可以走的 但是 好像 沒有人來 我真的可以走嗎 我要走囉 我真的要來走囉 我怎麼走起來感覺好像還 還 還 還蠻 蠻穩的啊 但我還是很害怕 怎麼辦 我突然有一點點不敢走了 我是不是應該顧及生命安全回去啊 我現在不敢走耶怎麼辦 我真的很弱 我又走回來了 我不敢走 我真的不敢走 為什麼 你們看這座橋 是這樣平緩 然後突然 陡上 到另外一邊 我覺得看起來很可怕 實際看起來也是很可怕 然後如果掉下去我就掉到水裡耶 感覺我會死掉 我現在要再次挑戰走過去 但我真的還是非常的害怕耶 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走 完全沒有人耶 這真的堅固嗎 我真的太害怕了 而且如果掉下去 真的沒有人知道耶 我現在 離橋的路口 超級近 我想說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馬上可以跑回去 天啊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怎麼會膽小成這樣 一直在這個橋的路口處徘徊 這不是我這幾天心心念念想要來走的橋嗎 結果我現在好不容易到路口了 我居然沒有勇氣走過去 我不像是這麼膽小的人吧 我在這裡已經徘徊 大概快半個小時了吧 沒有半個人 而且走在那個橋上 看起來滿可怕的 我現在在嘗試走 不知道第幾次 但我走到 就是這個Kamjum的時候 還是滿嬌軟的 我在入口處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完全沒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我試圖要走過去走了好幾次 我都還是覺得 心理壓力滿大的 所以我決定還是先回去問問我 旅館的老闆娘 還有一些當地人 如果他們跟我說這個橋 確定可以走是安全的 平常是有人在走的 我可能過幾天再回來走 我剛把橋的地址啊 還有照片 傳給我朋友 說如果我真的掉下去的話 你知道我在哪裡 我朋友就一直勸退我 跟我說 不用那麼拼命吧 你先回去吧 問看看 確定沒有問題了之後再走 現在我在路邊 然後當地人邀請我去 跟他們一起吃午餐 我突然就是接受這個盛情的邀約 一開始走路走後 任路的功力越來越厲害了 走回來完全不需要地圖 走回來完全不需要地圖 雖然呢今天沒有成功走到橋 但是意外闖進別人的公寮裡面吃午餐 路上也是穿越蠻多可愛的小村莊 希望下一次呢可以順利地走過那個橋 我在外面真的走到快要曬乾了 我要回去了 拜拜 我又再度地回到了這座橋 然後這次找了一個朋友來陪我走 你覺得這不是危險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據說這座橋有200多公尺耶 超級長的 走超級久的 我做了 我做了 OK 現在我們回來了 我的天啊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方向走 今天真的超多人來走的耶 為什麼上次一個人都沒有咧 其實走回去的時候好像還好 沒有來的時候這麼可怕 可能因為今天真的人比較多的關係 而且我還有朋友陪我 鼓足了我勇氣 而且我在來之前 有先跟就是旅館的老闆娘探廳 他們說這條橋是非常堅固可以走的 甚至是連摩托車都可以騎過去的 所以我今天才敢就是再次來挑戰一次 這就是我的日常 發現自己 生活周遭一些不經意的小事情 探索新鮮事物 西班牙我會喜歡 掰掰 現在所有的水牛都已經 在水裡面 降溫游泳 超級無敵可愛的